黄珊珊亲自到北检在走陈佩琪 但到底把人载到哪里了 根据了解陈佩琪已经两天都没有回到位在大安区的处所 因此外界也好奇 会不会陈佩琪现在就借住在黄珊珊位于戏纸的家 毕竟陈佩琪离开北检后 黄珊珊似乎就一路陪伴 两个人形影不离 陈佩琪走到哪都能看到黄珊珊身影 原本陈佩琪交代不清的金流 隔了一天就变成长辈的首尾前 到底背后是不是黄珊珊的锦囊妙计 我想陈佩琪医师她是一个自由的个体 她到现在都还是证人的身份 如果检方认为说她的证词有说谎的嫌疑 是不是应该要改列被告 尤其陈佩琪低头啜气 黄珊珊还搂肩安慰 仅仅跟随在旁边 但外界就质疑 两人关系过去有这么紧密吗 难道陈佩琪这两天的一言一行 背后都是黄珊珊精心策划 黄珊珊就是后面的幕后的长径人 黄珊珊都是主要参与或者是了解的人 可是黄珊珊却不愿意当应变小组的召集人 再加上黄珊珊身为当时柯文哲的副市长 明明参加过多次金华城的便当会 若想全身而退的确不太可能 期间有没有影响柯文哲决策 很有可能是接下来减掉侦办的方向之一 整个政治的策略还有未来如何要面对 恐怕都会照着黄珊珊的这个方向来走 没有党权的黄珊珊却总能在关键时刻现身 不再应变小组却总能在紧要关头出现 一切发展就如一场戏 恐怕回过头来都是自导自演 东森新闻政治中心综合